又游行安乐道运 这个是元晓大师的著作 他说 祝佛名后 总万得真 但能一念念佛名智 这个一念也就是一心 什么叫一念 这一念当中 是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 都可以 这一念里面 没有妄想 没有扎念 没有分别 没有支出 就叫一念 这一念的功德 不可思议 为什么 这一念 总万得真 万不是数字 它是代表圆满 自信 本句 圆满的功德 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几个人知道 天天读这一部经 天天学习这一部 集中的人 也不知道 念过去了 念过去了 这念头里头 但是 宅着 我想 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它不是一念 醒来 真是一念中 这一念居足 万得 总念万得了 一切是 一切出 只要是一句佛号 不夹杂 妄想杂念分别之处 这一念就是 总念万得 一念就是 自信圆满的心得 统统具足了 又 还是按了道理的所说的 无始我业 从忘心身 记住 忘心身 不是真心 忘心是什么心 是心 八十五十一线索 是身灭心 身灭心里头 有我也 念佛功德 从真心起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个功德 前面说 总万得 就是总万得 你统统都念到了 从真心 从真心起 真心如日 忘心如安 真心 站起 忘年 记住 这几句话 要让我们认识 什么是真 什么是我 经教 经教里头 无数次 教导我们 一切 要从真心起 这是真修佛 这是真念佛 千经万论 缺佛的词 用真心 不用忘心 真心就是因念 至真 真诚的基础 那你要问 什么事才算是真 没有妄想 没有咋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执着 就是真 用真心生活 用真心待人 用真心介乎 用真心工作 而最重要的 要用真心念佛 这一句佛号 无量 无边的功德 一念之间 完成了 希望念念如实 道一句 道一 哪有不成 这道句 一生 往生 净土 原成佛道 下面是比喻 下面是比喻 真心 像太阳 往生 如黑暗 往生 就是生灭心 前念灭 后念神 往生 真心 真心 一心 往生 就没有了 往生 就归真了 这两句话要记住 太重要了 真心 真心 站起 心里 才想念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忘念 它就不是 为什么 真念跟忘念 不会交在一起 有真 有真 就没有忘 有忘 就没有真 阿弥陀佛 比喻说 如热是处 重暗是处 太阳一出来 黑暗 没有了 有真 油 他就在 跟随 那 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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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真 不